從此有隊軍人已經物資短缺 還要在沙漠迷了路 竟然又遇上敵軍的偷襲 軍官就在臨死前跟步兵說 你走吧 盡快來到沙漠去找救兵 我現在就給你一個水壺 裡面是裝滿了水 但你答應我 你未到我死前的最後一刻 都不可以打開來喝 於是步兵就以最快的速度去找救兵 可惜沙漠好像走不完 走了一天一夜 步兵已經根疲力盡 正當他想打開水壺喝水之際 他就想起軍官跟他說過的話 要等到渴死前的最後一刻才可以打開水壺 於是他望望水壺 咬緊牙根 決定繼續撐下去 兩天兩夜 三天兩夜 三天三夜 終於被他捱到某個村莊 就聯絡上救兵 任務完成後 過了幾天 村民代他康復就問他 過去這麼多年 從來沒有人 可以從那個沙漠裡面 單獨抹生生地走出來 你怎樣能夠做到呢 步兵回答 全因他對軍官的承諾 水壺也都成為他生命最後一線的希望 誰知道一打開水壺裡面是什麼 原來裡面全部都只是泥沙一片 做人最重要是有希望 失去希望就等於失去生命 真真假假都好 都要有希望 霍金說過 However bad life may seem There is always something you can do and succeed Where there is life, there is hope 無論如何差 你永遠都有些事能夠做到 有生命就有希望 香港 現在是很差 但我們是有希望的 有很多事我們都依然能夠做到 因為香港這裡 是住了我們香港人 有香港就有香港人 有香港人就有希望 這個水壺 我相信是真的